最新消息带来关注是习近平5号就会启程到法国进行这个国事访问了 宾佑啊 他的行程曝光了 最先呢 这个是美联社抢先公布习近平的行程啊 那从这个习近平到法国之后的直播时间来推断呢 习近平呢 他是5号从中国大陆飞法国的 那么在法国这边呢 欢迎仪式 好 时间点我们特别把它写得很清楚啊 这个5月6号 这个下午1点呢 这是格林位置时间 台湾时间呢 我们都写在上面了 台湾时间呢 是这个5月6号的晚间9点 就会举行这个欢迎仪式啊 从曝光资讯来看呢 欢迎仪式是在法国的商宾院这个举行的 那到时候呢 这个法国总统马克宏跟习近平 两个人会一起检阅这个仪仗队 应该是用最高格的这个 最高规格的形式啊 包括了这个21响的礼炮 以及检阅仪仗队来欢迎这个习近平 同时呢 双方在这个欢迎仪式完之后呢 就会进行了中法领袖圆桌会议啊 那预计习近平跟马克宏开会时间 大约是在45分钟左右 就会进行中法的联合声明了 那在会后呢 这个会有一个中法圆桌的 这个闭幕致词 好那这是双方 好谈完了 开完会了 就有个致词的仪式啊 那晚间的时候呢 当天晚上 法国方面呢 马克宏准备了国宴要来招待这个习近平啊 同时双方也会有个合影留念的仪式啊 这是美联社刚刚最新抢先公布的 习近平访法行程 提供您做一个参考了 另外一个最新来关注缅甸啊 前两天不是才传出了 现在欧盟进化要把这个乌克兰的年轻男性 送回去乌克兰去打仗吗 消息才曝光没有多久哦 逃兵真的不是只有开战国家专属哦 缅甸呢 今年2月他们颁布了征兵令 新法规定 所有18岁到35岁的男性 必须要服役至少两年 好这个新政策一出来之后呢 马上让数千名年轻男性 试图呢 是逃兵逃到海外 在过去的三个月 好短短三个月之内 缅甸当地有超近 接近10万人 申请出国工作许可 借此来躲避兵役 不过这个缅甸军政府 也不是吃素的 现在出手了 他们将不再允许 类似情况发生 缅甸军政府从昨天 5月2号开始宣布 暂停核发男性出国的 工作许可证了 好这个最新同样提供给您 太阳了 残留了 不过这个缅甸 不过这个缅甸 有没有 在这次的缅甸 在这次的缅甸 是 没有 不过这个缅甸 这次的缅甸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